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Hello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台北股市昨天上涨了45.46点 刷盘指数11,051点 涨幅0.41% 不过成交金额只有928亿元 而OTC市场上涨了1.23点 刷盘指数134.81点 涨幅0.92% 可成交金额也只有不到200亿的193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马基强马顾问 马顾问台北股市昨天上涨 但是成交量却是萎缩到两个市场加总起来 其实不到1200亿元 这个是创了又是我们不是单独交易日的最低量了 这如何的来解读 好 风云导 大家早 那我想这一波上涨比较怪异的地方跟过去几波呢 攻到11,000点 这个地方所不同的架构 是这一次刚刚凤鑫所提到的一个量能萎缩之外 这一波的攻击的架构呢 它比较出现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融资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新低 那融卷虽然不是创波段新高 但是也相去不远 所以基本上来看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 融卷不断地在往上做增加的情况之下 融资反而在做逆向减少 会不会形成嘎空 我想这是大家要稍微注意到一个现象 我个人认为在第四季这个地方的几率是高的 那或许过往呢 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11,000点之上 都抱持一个比较警戒的态度 那再加上呢 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股票 今年讲真的 它并没有因为股市在1万点之上 而形成一个强健的表现 反而形成一个空头式的一个下跌的修正 这里面的股票比比皆实 那但是啊 我想在过去这一年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股市呢 已经站上了1万点之上之后呢 我们提一个概念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就是说 我们晓得一个景气循环 大概就是以一年作为一个基础 那一年四季里面 有些产业是淡季 有些产业是旺季 那这一年都在这个1万点之上 在做游走的格局之下 换一句话说 当产业景气走入到空头修正的时候 股价就啪啪啪啪 慢慢往下跌 那等到它的景气循环来临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频频频啪啪啪啪啪啪啪 往上冲 最明显就是可以看到 苹盖股里面大概就是 第一个就是大力光 从这一波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大力光 这个高点的位置呢 从这个去年的7月份 6,075块 下跌到3,000块 然后这一波呢 又从3,000块上涨到 将近到5,400块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一个产业景气循环 所造成股价的一个变动的条件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跟这个加权指数 有一个相连性的一个联动的表现 那最明显可以看到 像在上个礼拜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鸿海啊 股价呢 还在往破底的一个条件去在走低 但是最近你可以看到 鸿海的股价呢 又开始出现一个 相对转强的条件之外呢 它的这个技术面的现行啊 架构也形成了一个 W底的一个架构 那法人的外资 最近这五个交易日 也开始出现买超 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空头跟多头 在景气循环 调整的结构之下 也就造成台北股市岛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在一万一千点到一万点之间 不断的来回形成一个游走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说 为什么在这一波呢 量能做萎缩 我想在昨天做一个急速萎缩 我想从两个条件去做解读 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在期待 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美国跟墨西哥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拿大 新的NAFTA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协议啊 在期待是不是有什么变数状况之下 造成昨天的一个量缩 那昨天看起来在这个市场 美股呢 倒穷去反映了NAFTA的这个 新的一个协议条件之后啊 那股价也出现了一个大涨 包含了这个 这个指数是开高 往下做一个走低 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回到台股本身啊 大家刚刚讲的就是 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交量 它没有做一个大幅的 过程条件之下 跟过去呢 每每在一万一千点之上啊 就承受了一些卖压的条件 出现显现出来的架构之外 那这个地方呢 就造成这个成交量 会出现不足追加的力道 比较不强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不是因为量缩上涨 表示的一个筹码安定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像融资呢 这个地方在短线上 昨天算小幅增加 但基本上它是从这个地方 是呈现一个相对的 低档的一个位置的地方 并不是在高水位 那融卷呢 也是一个反而是 相对在高水位的地方 那尤其第四季大家注意到 通常在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因为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做梦行情 那通常在这个季度里面 其实做梦也是吹牛 对对对 没错 这个方言讲得非常好 做梦就是一种吹牛的 一种本梦笔的一个显现 那在这个时间点 事实上对于这个 整个多头要表现的机会 它这个空间就大 在前年 是这个所谓的光学类鼓 在去年就是被动元件 那今年呢 还是不是还包含了这个细菌 今年会有什么新的类别的股票 我们不得而知 会不会到MOSFIA 或者是二级体这些 涨价提高新的股票 我想大家可以持续做追踪 不过就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们单以十月份来看的话 大家晓得 从过去十年的统计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整个这个台股 过去十年里面 在十月份的行情里面 通常很奇怪 十月一号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庆 大概在这一天 我们台股几乎 涨的机会都非常的多 绝对的大于 这个所谓的跌了一个机会 那相对十月十号 我们的国庆日呢 当日呢 台股反而下跌的机会多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单日 但是以整个月份去做评比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十年里面 涨的时间里面 有七个年度是上涨的 三个年度是下跌 那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过去七个年度里面 这个上涨的条件之外 另外下跌三个年度 对不对 各位不要忘记 一个是在2008年 2009年 还有一个是2012年 这三个年度有什么特征 我告诉大家 2018 209 大家晓得是因为这个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金融害章造成 对不对 2012是什么东西 大家就知道是欧债风暴 对 所以当时是有背景因素 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这个十月份是出现下跌 那就目前来看 我想不管是在美国的这个 其中选举 或者说我们台湾本土的 这些所谓的其中选举来看也好 就目前来看 似乎还没有嗅到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 那当然呢 就说如果说以国际来看的话呢 意大利新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极右派的这些 民粹党上来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因素 因素的影响 包含了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像这个里拉 这个不管是 这个是土耳其 或者这个阿根廷 这些货币的一些现象 会不会有些影响 目前来看 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 比起欧债的风暴 相对来看 他们是低的 我想我必须要讲 就他们的世界经济 占有率是相对比较低 对 他的这个GDP的影响 所以可能直接影响会稍微小一点 对我认为是比较小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刚讲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回顾过我们刚刚所说 2018 2009 10月份 跟2012 10月份 所当时造成下跌的原因 跟现在来看 好像并没有特别的一个 有直接性的一个冲击条件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对于多头 在这个时间点的发展 是有利的 那在旗子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这个 外资 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旗子的水位 大概就在 三万六千口左右 我们晓得 外资如果布局 旗子的部位 在五万口以上 算是比较高水位 相对来看 在这个 三万口以下 三万口以下 就是开始 太低了 比较低 那目前的 在中价位的地方 相对来看 距离高水位的地方的空间 反而是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 外资在这边 连续买九天之后 对于在量缩格局之下 我认为 除了在对于昨天 新的NAFTA的签订 新的一个合约协定之外 我想另外就是 在台股本身 因为过去 每每逢到 一万一千点之上 大家就开始紧张害怕 我想这个地方 可能会多多少少 有一些因素影响 不过我认为 在这个地方 投资配合要注意到 当然走多的股票 跟走空的股票 还是尽未分明 所以如果 就我个人来看 因为大家晓得 我不是去做空的人 所以我认为 不妨从多头的标底 还是可以多加一个注意一下 那最比较戏剧化 像这个 到底 这个美国的这个证监会 是希望 PESLA 做多还是做空 假设在话 蛮令人觉得完位的 之前马斯克 但无论如何 你就是不能放话 影响股价 对 可是 昨天把这个马斯克的 这个所谓董事的席事 摘下来之后 股价大总的时期吧 对 那我想对空头又是狠狠的一击 我们就从这段切入的条件之下 大家可以看看 包含TESLA里面 主题里面 我想在这个地方 最近法人买超比较积极的 激档股票 比较就是说这一波 受到TESLA 这个股价大波动影响 负面效应比较小的 这个正面效应比较强的 像包含了剑核心 做端子的剑核心 散热的剑准 另外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机械里面的这个核大 大概来看的话 最近这个法人的买超动作 似乎还是仍然积极的条件之下 那对于这个所谓 负面的TESLA的讯息来看 影响力是比较小 所以我认为 这样的股票是可以 稍微留意的 另外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上礼拜之前 所跟各位追踪的 一些股票里面 其实我认为蛮多 在第四季 进入到这个传统旺剧 包含在第四季 第三季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那马上要公布了 九月份营收之外 跟这个十一月中 要开始公布这个 所谓第三季的EPS的条件之下 这些相关的族群 我认为大家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包含像在半导体族群 里面的南茂 包含像星拳 利基 景硕这些 基本上来看 法人的操作 还是比较积极的 那LED的话 当然我认为LED 在最近 像昨天也是表现不错 那里面像包含了 龙达 光磊 还有包含了 这个集团 相关的这些族群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顶元 那最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尤其顶元 在昨天 也出现 融资检 融卷征 外资开始买造 像包含光脸 龙达这些股票 都有这些现象 产生格局之下 是不是因为石油大涨 所带着的节能效应 我认为这个效应 并不大 但是基本上 跟他们转型 所进入到新的领域 不管是MicroLED 或者是MiniLED 或者甚至于 像我们所说的 不可见光 跟可见光的 整个在做 未来5G的传输 跟这个所谓 3D人眼辨识系统 所需要应用到的 这个题材性 是有相关联的 在这个地方 法人的买超 也可以稍微做一下留意 所以LED族群 是以转型成功的为主 因为我认为 当然靠LED照明 这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 那我也不往这个地方 去做 跟各位做一个作业 那另外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上半年比较疲弱 比方说像企机 像康书 这些股票来看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下半年 开始转望 旧的条件之下 外资的买超 也是比较积极的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稍微投资朋友留意 那昨天的散热模组 表现非常强劲 操纵因为有被 日本要合并的条件之下 股价大涨到 涨停板的条件之下 我认为里面相关的 这个旗虹 这档股票 我们过去跟各位 报告过很多次 股价低 那也有这个 日本股核的入主条件之下 基本上也是可以 稍微留意的 但是在整个 传产类股里面 大家晓得石油 昨天还是大涨 所以塑化类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国桥啊台本啊 这个台达化 台剧这些 看起来还是 是形成一个 比较重心的跟主作 所以我认为 选择这个多头的操作 目前来看 还是比选择去 放空操作来看 获利的机会 是比较大一点的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资深分析师 马技巧马顾问